早安 付出努力就一定會有 成果的前三名星座 是 講到付出努力 就有成果的前三名 我自己也很希望有 因為我說我要減肥 付出努力就能減肥 但是我沒有傷害 那要先付出努力好不好 重點在這裡 那我們先講到第三名 是天秤座 天秤座其實是一個 很會公關交際的星座 但是天秤座 常常都是點到為止 所以永遠天秤座 留給朋友的印象都是很友善 但是跟我好像都沒有 很深入的交往 或是說過話 所以我們講到天秤座 最主要的一點就是 既然如此 那你在這個要放 你的專注度在上面 那你就很容易 會因為這個專注 而賺貴人入袋 而會讓一些貴人 有心的貴人看到你就覺得 你既然對我這麼認真 你既然對這件事這麼認真 那我就也對你付出一些 所以記得偶爾的付出努力 就記得表達你的專注度 避免分神習慣 天秤座就可以賺到一些貴人 好 所以不要總是君子 即交淡如水 深入一點 好 那麼第二名的星座 第二名的星座是獅子座 那獅子座因為我們知道 獅子跟老虎不一樣 老虎是獨行俠 獅子是群居動物 所以我們常常會看到 幾頭獅子跟一群的大小 因為牠是萬物之王 對不對 是 對 所以獅子 牠其實要發揮特色 其實獅子因為牠 一般獅子座是很個人主義的 可是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獅子座是群居動物 也就代表當獅子座 處於群居動物狀態的時候 就能發揮牠的戰鬥力 所以首先是要設定一個目標 呼朋引伴變成一個團隊去駐徵 如果帶領這個團隊去付出努力 是獅子座最擅長扮演的角色 因此就可以天氣夥伴開戰 那你就可以得到意外的 這種努力生活 對 所以獅子座 雖然是登高一呼 但是自己是王的 在那邊打團體戰 但是他們是領導者 但是誰比獅子座更厲害 付出努力成果最高的星座 好 通常你第一名之間 你就會有金流座 跟摩羯座之間的選擇 不過這個差別是在於 金流座 因為我們常常會講到說 金流座它天生有個金字 有天生的偏財運 所以我們講說 主要金流座的一生 把你的時間 最好都讓你拚工作之外 不然就是玩投資 那兩者都跟錢有關 就很容易點亮你的這個 正財明燈 過年聽到正財明燈好High 是 所以我下一個標誌寫說 時間用來賺錢 富豪指數第一 這不得了 再講到今天的天秤獅子金流 顏色正好是藍色 粉紅跟灰色 你看三個 對 所以讓他們這些顏色 出現在你的身上 就能為你增加一點 多一點的好運 好 謝謝安格斯 現在是我們年前 最後一次講話了 是啊 新年快樂 祝大家新年快樂